都拉成语故事 瓮中捉鳖 北宋末年 梁山博好汉在山东起义 拥戴宋江为起义首领 起义军纪律严明 杀富济贫 镇压土豪猎身 屡屡挫败朝廷讨伐的军队 升威震天下 老百姓拍手叫好 在梁山博大寨不远的山下 有个杏花庄 庄上有个小酒店 酒店的老汉家中别无他人 只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 名叫满堂娇 满堂娇长得美貌动人 与老汉相依为命 妇女俩虽不富裕 日子倒也还过得平静 有一天 两个地痞流氓 来酒店吃酒 酒足饭饱后 不但不负酒钱 还对年轻美貌的姑娘 起了歹念 强行将她抢走 老汉刚要阻拦 就被一脚踢翻在地 两个流氓说 哼 俺们是梁山好汉 宋江和鲁志申 你敢不从 这小娘子陪我们两天就回来 你如生章出去 小心劳命 说吧 扬长而去 正当老汉悲愈欲绝的时候 梁山好汉李逵路过酒店 听说宋江和鲁志申干下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声信耿直的他怒火中烧 决心上山找宋江和鲁志申算账 李逵急冲冲赶回山寨 大闹忠义堂 当他知道错怪了宋江后 羞愧万分 命人将自己捆绑起来 向宋江赔罪 这时老汉来报告 说那两个恶汉又来了 被他灌罪后 正在店里酣睡 李逵兴奋地说 来得正好 看老子瓮中捉鳖 收拾这两个坏蛋 李逵手提板斧 火速下山 终于除掉了这两个 冒充梁山好汉 败坏梁山名声的流氓 问中捉鳖 是指在大坛子里捉甲鱼 比喻啊 想捕捉的对象 已在掌握之中 形容手到擒来 轻易而有把握